大家好,我是LOLI的销售经理Hensen 那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投影机的亮度标准 目前市面上的投影机亮度标准有三种 第一种光源亮度 第二种NC流明 第三种ISO流明 光源亮度是指光源本身的亮度 但是其实这个并不客观 因为光源会经过光机还有镜头的耗水 所以光源亮度其实并不等于我们投影出来的画面亮度 建议你未来看到投影机有标示光源亮度的时候 请做参考就可以了 那NC流明是目前市面上最普及 然后也是最精准测量亮度的单位 NC流明等于画面亮度 也就是NC流明所标示的亮度 最接近投影机投影出来的亮度表现 那稍后也会为大家介绍如何测量NC流明哦 然后求出九个点的亮度之后的平均 就是NC流明哦 ISO流明在台湾比较少见 目前大多都是欧美国家在使用 原理是取自于工厂量产一款产品后的平均亮度为标准 所以ISO流明与NC流明会有正负20%的差异哦 很多人会询问说灯泡投影机和雷射投影机的亮度有没有差别 其实在数据测量上是没有差别的 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实际应用上实际体验是有差别的哦 因为灯泡投影机呢是采用水银座的拱灯 灯泡会因为过热而开始降低亮度 还有耗损也会比较快 所以实际的亮度表现呢 一定会比雷射投影机来得低 今天关于投影机的亮度知识呢就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的小编都会回复哦 谢谢拜拜 拜拜